大家好,在我们这边有个单身汉 可能就是人比较老实 然后不善于外交 所以导致如今已经四五十岁了 还没有成家立业,没有娶老婆 但是人却非常的勤劳能干 就在过完年的时候 他托人从日本带回来一些种子 将它种在菜地的旁边 也就是我身后的这些作物 没想到这些作物种下去之后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长到了两三百米长 最主要的是这些作物的上面 结满了像蛇一样的豆子 当地的人见了之后 都表示大开眼界没有见过 今天我也来到这边 就拍个视频 大家朋友们看一下 看看这位单身汉所种植的这种豆子 朋友们有没有见过 为什么会像蛇一样 而且听说这种的豆子 在当地卖的也非常的好 单身汉靠它已经小赚了一笔 那咱们近距离来看一下 看看它究竟种植的是什么豆子 你们有没有吃过 大家来看一下 像这些作物就种在单身汉家的菜地旁边 是属于一种爬藤型的农作物 所以它在这边也搭建了这种的架子 起到了一个绿色围栏的作用 又好看又实用 最主要的是像这些作物呢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呢 就长到了有好几百米长 而且上面结出来的豆子呢 当地的人呢 很多都没有见过 就像蛇一样啊 弯弯绕绕的 最主要的是 它下饭也非常的好 它经过一般焯水之后呢 然后再拿到辣椒来炒的话 非常的下饭 因为当地的人呢都没有吃过 也很喜欢吃 所以卖的呢也非常的好 据说呢也卖到了十几二十块钱一斤哈 简直比肉都还要贵 那咱们过去呢 看一下究竟是什么豆子啊 这么受欢迎哈 大家来看一下 像它的叶子呢 跟我们种植的豆角啊 没什么两样 只不过比那个豆角的叶子呢 要大一些哈 看一下 也是由这种三片叶子组成的 咱们来看一下 像它的组织条呢 就像豆角一样 缠绕着这种的棍子啊 往上爬 然后它下面呢 近几厘米的距离呢 就开始结这种的果实哈 歪歪扭扭的 就像蛇一样 一直上来呢 结的果实就特别特别的多哈 都被这个叶子挡住了 而且现在呢 据说就摘了好几批啊 到集市上面去卖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就是这种的豆子了哈 歪歪扭扭的 就像蛇一样哈 所以单身汉呢 就叫它蛇豆哈 然后呢 非常非常的多 产量呢 也特别高哈 像这种地方 都结满了哈 特别特别的多 哇塞 满满的架子上啊 都源源不断的结这个蛇豆 像这种蛇豆呢 它是呃 种植一季啊 采到秋天都可以联系采的 据说 然后的话 它就是一边摘呢 它就一边开花 一边结果 简直呢 摘都摘不完哈 所以呢 呃 这个单身汉呢 也靠种植这种蛇豆啊 可以说小赚了一笔哈 主要的话 因为这种蛇豆呢 在当地是没有的 很多的人啊 都没有吃过 然后的话 在当地呢 就比较受欢迎 因为比较下饭一点嘛 也卖到了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然后的话 像单身汉呢 也靠种植这种的豆子啊 可以说小赚了一笔 不知道在朋友们家乡啊 有没有人种植这种的蛇豆 你们又叫它什么 你们有没有吃过呢 大家呢 可以将相关的知识点分享出来 进行留言讨论 喜欢看更多农村 其能其事的 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就下个视频 再见了